《大公報》今天報導引述消委會指 因要全面檢視活動形式決定停辦有關項目 消委會回覆傳媒查詢時確認 鑑於傳媒近年不論線上線下都迅速發展 消委會透過傳媒協作的活動 包括報道長和十大消費新聞選舉 不論內容和形式上也需要與時並進 所以消委會決定全面檢視相關活動形式 並重新制定長遠計劃 所以暫停舉辦今年的消費權益新聞報道長 《大公報》《井水閘》評論稱 消委會的答覆雖然沒有提及記協兩個字 但言下之意就是與記協切割 記協今天發表聲明 對消委會單方面決定停辦獎項 未就此與記協及攝影記協初相感到失望 記協坦然 聲明是現時的政治環境下 無數有價值的事物將不免逐一消失 但當它們在眼前化作飛灰 仍不免令人神傷 期望消委會在檢討過後 能以其所能接受的方式復辦賽事 記協指出 掌項鼓勵新聞界發掘更多消費權益新聞 記協也認為歷年獲獎的新聞工作者 遍及行內外大小機構不倫背景 充分體現好股有恐怖的原則 記協後消委會多年來對新聞界的支持致謝 君子雙分 祝福消委會日後工作順利 並寄望香港的消費權益再有增進